台中这名车主真的受不了了 因为光在一个月之内 他的汽油被偷走了有十次 而且每一次呢 就是刚刚把送货的车子加满油 晚上就有小偷来把汽油给偷走 让这个车主气得牙痒痒的 结果发现呢 附近邻居也有八个人受害 车主气不过 公布了男子犯案监视器的画面 让大家来任人检局 凌晨三点多 这名偷游大盗又出现了 很自然的拿着工具 先撬开邮箱锁 但这一幕让车主气得牙痒痒 因为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十次了 我这里平均大概一个礼拜 他会来光顾一次的 离着平头的男子 紧接着返回代目的轿车 拿出管子和油箱猛力的抽啊抽 把车主的油通通抽光 还知道哪里藏有监视器 进入的时候假装是擦汗 故意拿手遮住脸孔 这台车可能又加满油了 他就过来 没事坐在那车子 被偷过了 他都还会再来偷一次就对了 不只如此 这台货车偷完了 再转偷 另一台轿车 光是附近邻居至少有八人受害 往往车子才刚加满了油 晚上就被抽光 隔天要开车上班根本没办法 气得大骂 偷油男子实在太可恶 被破坏到怕了 都用铁片收起来 每次加咬都拿棋子慢慢转 慢慢转 实在被偷怕了 有人干脆在油箱加上一块铁片 还用螺丝紧紧锁住 仍无法阻止小偷犯行 很气啊 没有多少钱的油啊 那样偷 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事啊 每台车平均损失千元以上的油钱 向警方报警 警方怀疑嫌犯可能有地缘关系 但因为嫌犯都用手遮住脸孔 因此苦无办法追查 车主无奈下公布这段监视器 要好好认清嫌犯外形 要大家帮忙一起逮人 所以希望韩志勤周宇的台中采访报道